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你想唱好歌,快速的练好歌 你就要知道以下这练歌的四个心法 知道它并运用它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很多唱歌爱好者在唱歌这件事上 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的时间 却收不到理想的成效 听听以下这四个心法对你是不是有帮助 首先第一个,学习唱歌练习唱歌 你一定要有规律 不能三天打鱼,五天晒网 因为培养一个歌唱发声的习惯 歌唱发声除了用脑,想明白 还需要动作的协调配合 练习唱歌技巧需要你不断的重复 形成动作记忆 你总是间断练习 那歌唱时的状态,歌唱时的动作记忆得不到固化 即便是你做对了,它也是可逆的 甚至你停了三天五天又被打回了原型 你所有的不坚持 未来都会用多倍反复的练习为代价来买单 所以自律和延迟满足才是你换取理想歌声的资本 第二个心法就是你应该先练好声音 学会歌唱的用气用声 再去练习表达不同风格的歌曲 不要什么歌都唱,什么人都去模仿 你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在祸害自己的嗓子 就用一首歌 好好去体会歌唱时的用气用声 秒字状态 把这些得到巩固 你会一通百通,什么歌都可以唱 第三个心法 就是你既然喜欢唱歌 就要借助你现在的这个兴趣心 去多学习歌唱的技巧和方法 避免唱歌时不动脑 随心所欲 甚至用蛮力去歌唱 你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很有故性 为什么你唱出的声音 和你理想的歌声不一样呢 所以啊 趁着你现在的心静心 趁着你还有时间的时候 带着想法去唱歌 不是随便唱一唱 真正的去掌握歌唱的一些发声技巧 和歌唱的一些方法 否则在你工作生活繁忙的时候 再想专心去学习这些技巧和方法 你已经没有精力了 除此之外 第四个心法 就是在你学习唱歌过程中 总会遇到超出你音域的高音或者低音 请你一定不要躲 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你提高的过程 做不到就学 想明白了再练 谁也不是天生就能把歌唱得很完美的 都是下了功夫练出来的 你一定要相信在唱歌这件事上 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 多给自己点耐心和时间 想唱好歌就要专心的学会 歌唱的用气用声 解决了这些问题 你自然就会唱好歌了 那在这里呢 我要说一下 练唱歌的过程 一次解决一到两个问题 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 练一次唱歌 你想把用气用声歌唱咬字都解决 你根本就顾不过来 就比如我上一期视频讲的 歌唱的咬字 当你把歌唱的咬字问题解决了 你自然你的声音也更顺畅 所以你不要在练唱歌的过程中 既想着咬字又想着气怎么运行吧 又想着我的发声位置在哪里吧 这样你哪个也抓不住 你就会觉得唱歌好难啊 其实真不难 只是你没找到对的方法 在这里我诉你一句话 叫做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方法作对事半功倍 如果你想快速的学会歌唱的基本方法 和基础技巧 就请你订阅我的学唱歌专栏 十节课从歌唱的气息运用 歌唱的发声位置 歌唱的咬字 以及歌唱的情感表达 还有高音如何上得去 低音如何唱下来 十节课 每节课练习三到五天 把一个技巧弄明白 通过练习得到巩固 再去在歌唱中进行运用和体会 记住一个一个的来 当你按照这个顺序 把每节课的内容都有体会 并且基本做到以后 你再去综合运用 这样你就有一个清晰明确的 歌唱发声状态 否则的话 你根本顾不过来 按照课程 循序渐进的进行 两个月左右 你就为自己打下了一个 良好的歌唱发声基础 还不够快吗 好 祝你有开心喜悦的一天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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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